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三总五项 当年一个土木学生毕业后去了工地 三年就能当总工 五年就能干项目经理 再有点天赋 年薪百万并不是不可能 到处都是新项目 到处都要开工 不提拔那么多年轻人 项目就没人做了 今天的人们都验线互联网的高薪酬 都想去互联网大厂 但零几年的时候 土木行业是完全不亚于互联网行业的黄金行业 下工地虽苦 但薪酬并不比马农低 而且发展前景广大 还能越老越吃香 但到了一零年之后 土木行业就饱和了 国家把能造基建的地方都造了 还能造的地方很少 基建增速开始下降 但源源不断的土木人 却从学校陆续毕业 成为了工地新的一份子 而老的总工和项目经理并不老 也就刚毕业十年 正值三十多岁的壮龄 不可能退休 三总五项的难度 开始急剧提升 成了五总八项 到了2015年之后 连五总八项都不可能了 三十年当总工 五十年当项目经理还差不多 在零几年的时候 土木是备受尊敬的行业 平均薪酬远高于其他行业 2010年的时候 听说是某设计院的人 是大型施工单位的人 那是非常自豪的 根本不愁找女朋友 虽然辛苦 但土木人乐此不疲 甚至还倍感光荣 上辈子伤天害理 这辈子工程管理这种话 这大概就是零几年的土木人 于是 在导师和老前辈描绘的美好蓝图中 他们入行后 可以三总五项会所嫩魔 走上人生巅峰不是梦 于是 有许多土木学子 在面对师兄们的抱怨和规劝时 表现得不屑一顾 甚至在网络上 和诋毁土木的黑子们兑现 可毕业后 土木学子才终于明白 学长们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等待着他们的 不是三总五项和会所嫩魔 而是风吹日晒和通宵打挥 巨大的落差 让土木学子们故地重游 有感而发地留下自己的误导真言 于是 初代土木圣经就此诞生 他们也和学长们一样 成为劝退土木的自来水 在互联网上 用自己的血泪教训 告诫每一个土木专业的大学生 趁为时未晚 要替自己找到后路 最好直接转行 不过在每一届土木新生里 总有出生牛犊不怕虎 依然沉浸在旧日的幻梦中 他们相信 只要熬过黎明前的黑夜 在未来等待着 自己的是一片光明 但圣经之所以被奉为圣经 自然有它的道理 质疑圣经的绝大多数人 都只能重蹈覆辙 提同跑路 然后为土木圣经续写新章 变成劝退土木的自来水 和下一届土木学子 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木人 破防转行 越来越多的学长学姐 奉劝学弟学妹们 不要重蹈覆辙 这个循环终于被打破 许多土木人 本着能劝一个是一个的想法 开始在自媒体上发声 分享自己在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心酸 而其中最直观 有效的劝退方式 不是长篇大论与滋滋教诲 而是直接贴出 土木人们入行前后的照片 让旁人在对比中 自己琢磨其中滋味 还有人把土木中 那些耳熟能详的段子 拍成短视频 用反讽的方式 展现工地上的种种不堪 他们希望 由此可以让执迷不悟的 土木大学生 明白苦海无牙回头是岸 随着土木学长们 劝学势头的扩大 以及体统跑路 在互联网的传播 土木工程是个天坑 才终于成了大众共识 土木也从曾经 张雪峰老师推荐的 吃香专业 变成了现在人人 唯恐避之不及的天坑 遥想当年 土木工程专业的分数线 比计算机专业还高 但今年有人 仅靠438份 就成功简陋 同济大学 全国排名第一的 土木工程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的地位 就这样逐渐拥有了 某种共识 土木圣女 不过让猫也想不到的是 土木自媒体们 并没有因为 完成了劝退任务 而就此销声匿迹 反而在不断发酵的舆论中 获得了颇天的流量 有人把土木老哥们的 悲惨现状 化作提醒自己 改变现状的警钟 当他们学不尽时 就刷两条土木博主的视频 给自己提振士气 视频的评论区中 也有不少人 互相加油打气 许愿上岸 而围观他人的不幸 或许是人类 与生俱来的天性 在这类吐槽 土木现状的短视频下 除了有土木老哥 在互相抱团取暖 有学子在卧薪长胆 还有隔岸观火的赤瓜群众 将这些苦难景观化 并将他们当作 日常娱乐来消遣 在互联网的结构中 土木人俨然成了 赛博弱势群体 尽管在现实中 大家都在尽可能远离土木 但是在互联网上 大家又都将土木 祥林嫂团团团围住 一边听着他的哭诉 一边在评论区中 感同身受 或者大肆挽梗 土木行业虽然是微 但是他在互联网上的流量 却因这些原因 扶摇直上 而哪里有流量 哪里就有人趋之若无 猫也不得不说 自媒体真的是 各行各业的万金油出装 行业蒸蒸日上时 你可以展示自己 吃到红利后的幸福人生 行业开始内卷时 你可以转到教育端 贩卖焦虑 开班卖课 等行业滑入谷底时 你又可以作为受害者 都受自己的痛苦 指导后背提筒跑路 尤其对于土木行业来说 其中更是有无数人 想要谋求更好的待遇 因此自媒体 也就成了土木人 开展副业 甚至转型主业的 不二之选 因此土木博主们 发视频的原因 又多了一层功力 劝退新人的目的仍在 但如果还能顺带 再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他们倒也乐见其成 所以如今 你在各大视频网站上 可以看到 近几年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的 各类土木博主 他们的数量众多 基本覆盖了 土木工程中下层的 所有岗位 你甚至可以用土木博主 组建一个自媒体 打回项目部 项目经理王总 总工白工 副总工一颗星星 生产经理大猛子 商务经理第五元素 施工员小马 预算员悬工 资料员鱼工 卡工不是卡工 还有人另辟蹊径 开发出了 土木自媒体的海外赛道 身为多元宇宙中 白工的同位体黑工 他在中国读完 土木专业后 又回到了非洲 助力祖国发展 和已经饱和的 中国市场相比 非洲如今百费代星 正处于土木的红利期 因此 原本在中国博主口中 用于反串的经典台词 干土木的又爽了 在他口中 却变得无可辩驳 可能和中国相比 唯一存在的问题 就是在非洲打回得 让安保人员配备 几把雷击 除了现实赛道外 猫爷注意到 如今有不少借自己 前土木老姐的身份 披上了虚拟主播的皮囊 在VIP领域 开辟了一条崭新赛道 昔日土木行业中的无间道 偶尔也会作为 他直播中的谈资 在当下百花齐放的 土木自媒体中 自然少不了真正的鲜花 尤其对身处工地打灰 长时间见不到 圣女的土木哥布林来说 稀缺的土木圣女 对他们更是有 超乎常人的吸引力 土木圣女 没错 就算是在别处 被捧得高高在上的圣女 来到土木 也要低人一等 变成了每天在工地077 没时间谈情说爱的圣女 土木圣女们 将土木人来到工地的 前后变化 和变装视频的创意 进行结合 产出了带有土木风味的 擦边视频 他们在视频开头 还身披反光衣 头戴安全帽 但是下一秒 就化身成为真正的圣女 对着镜头直抛媚眼 这一套下来 足以勾走屏幕前 土木哥布林们的心 当然除了传统的 正向变装视频外 土木变装中 还有一类独具特色的 逆向变装视频 原本陈于落雁 碧月修花的土木圣女 在经过工地的锤炼后 直接退化成了皮肤屈黑 样貌邋遢的土木女哥布林 当然 这些逆向变装视频 终究只是少数 大部分注意自己形象的 土木圣女 在日常工作中 不需要长下工地 且极其注意防晒 在出镜时 也会给自己 画上精致的妆容 但就算如此 她们的手臂和脸蛋相比 还是明显黑上一截 而这也说明了 无论是男是女 只要身在工地 都难免遭到她的严刑拷打 但耐人寻味的是 其中有一些圣女 虽打着土木的名号 身上既没有安全帽和反光衣 背景中 也没有项目布和工地 除了名字外 几乎无法在视频中 看出她们和土木的关联 而且 她们全身的皮肤 都白白净净 仿佛工地的困苦生活 并没有在这些圣女身上 留下任何痕迹 当然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 这些细节并不重要 只要圣女们美丽依旧 可以用火辣的动体 继续捕获她们的视线 继续刺激她们的大脑 分泌多巴胺 那么便已足够 特别是那些疲惫的土木人 当她们在深夜时分 躺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 机械地滑动着短视频时 更不会深究 圣女们究竟是白猫还是黑猫 她们只渴求 屏幕另一端的片刻美好 能够稍微慰藉自己 那颗被工地无情磨砺 而蜷缩成一团的灵魂 在土木行业里 有着这么一则传言 提筒跑路时一定要用红筒 要不然自己的灵魂 就会被留在工地 但对土木人来说 机械运行的底灶 泥泞的土路 飞扬的沙尘 闷热的板房 已经永远刻印在 它们的青春当中 就算用红筒跑路 它们的一部分灵魂 也将永远被囚困于 那个红筒中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